好 开心就是 今年终于换我带来这里 要毕业了 从一开始来到短期啊 回想起来 其实 很多的快乐也很多的 就是 很多弟兄姐妹就经历了很多 快乐啊伤心的难过的都有 就是我觉得 来到短期就是大家很像一家人 这就是像台北的家一样 不管就是在在这边遇到了多少的 在学校遇到多少困难 可能是会有一群陪伴者 就 那我觉得 就不会那么孤单 一开始我来到北体其实我还蛮 空虚的因为 因为我的专长是选级 但是因为我 那时候就是 我高中是打轻量级的 然后我到大学我完全就是 因为身体的状况 后来也不好 所以也一直都没有在比赛 然后 体重啊 也就是 就是 因为我以前打的是43公斤 但我上了大学以后 就是要变成是打48 到51公斤 那个体重差太多 所以也让我开始思考我是不是要去参赛啊 然后因为加上身体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来到北体我发现 我读了北体 那我还能干嘛 我不是就是为了来练习来比赛吗 发现我没有快乐了 我找不到一个 目标 对 然后 很奇妙的是 但是 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 然后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 结束了以后我就 舅舅就跟我说 你们学校有没有 缓气 说没有问过 后来 起码我就问了体验 体验就带我来到这个大家庭 在这边 学习到很多 就是在大家身上 还有在这个教会 然后也跟神的关系更亲近 然后 到后面我开始 施舍 然后 在服事当中也学习到很多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蓝牙国中 就是我从来没有陪伴过 就是那一群孩子 我以前也不知道要怎么陪伴他们 但是就是跟着体验他们 是一步一步的学习 就开始学习怎么去陪伴那些小朋友 然后 我觉得我的心 我的想法 我的心思一面 我以前对自己还没有信心的一个 但是就是靠着舍 给的信心 那我就是 变得很 很喜乐 很快乐 就是在陪体 这四年 对如果没有来到这里 我可能这四年是 红红乐乐或是 还是没有方向 有目标 在心中 然后觉得 也很深的感受到 神对我的爱 对 就是 他就是都不放弃我们 把我们每个人当做宝贝 我这时候就想到 只要一首歌 我很喜欢一首歌 我每次心里只要不好的时候我就一直去听 一直去听 我就会很 很感动 感动 就感谢神 就是 在这四年 雕塑我 改变我 对 谢主 这首歌叫 提价之宝 会唱也可以一起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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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